来看到就是台北县昨天晚上所举办的一场爱心晚会了 邀请到了是马英九总统到场 这个晚会的尾声 总统周席伟还有歌手彭佳慧 他们一起来同台飙歌 但是呢很奇怪哦 站在中间的马总统 他怎么没有拿麦克风呢 那么旁边的这个彭佳慧啊 周席伟都唱得很投入啊 结果总统看起来就有点点尴尬 非常肯定周县长提出把爱传出去 我特别要感谢马总统 一路走过来给我们许多的指导 中央许多的资源都愿意到台北县来 你一句感谢我一句肯定 马总统和周县长爱心晚会上至此 彬彬有礼但唱起歌来 因为誓言我要听 因为承诺我要信 哎呀呀怎么大家都负责自己唱 周县长还唱得忘情 被晾在正中间的马总统东看西看 好像再说怎么只有我没有麦克风啊 其实不明天的明明 没有风雨过的光 还好冯家慧发现不对劲 赶紧让总统秀上一段 不过这一唱才发现原来是总统不大会唱 才不想拿麦克风啦 毕竟他三不五时还得偷偷喵大字报 台上唱歌让总统上演尴尬戏马 走到台下 周县长赶紧献殷勤当起地礼物小弟 总统请用 转个身再拿一个 总统请用啦 动作俐落得很 毕竟身为地主客人又是自己的顶头上司 失了面子 那怎么可以 就请用黄一群黄奔SN小组 下期再见